将近300位职灾劳工家庭同欢 60个美食摊位共襄盛举 劳动部长许明春挺劳工 共同朝向临职灾目标前进 那我们在场将近有300位的职灾劳工家庭 他们都是勇敢的生命斗士 这次也会跟我们分享 他们自身的生命故事 我们也今天借由这个园游会的体验的活动 让民众知道说 政府提供职业灾害 预防还有重建的资源 财端法人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中心一周年 园游会第一场在台北 第二场仪式高雄 现场有活动提升防灾议事 劳动部目前在全国部件职灾专责医院 高雄也有新增 那未来这一块我们还会继续去把它扩展 我们希望让全国各地 都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商病 整治专责跟访问医院 让我们对职灾劳工的照顾 更全面 让他们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 重返职场 任何人都不愿发生职灾 但医疗与后续照顾相当重要 劳动部与劳工站在一起 陪伴职灾劳工共同度过难关 三里新闻高雄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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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吃了